有朋友继续上收息的 观众是福士 他有三支股份 问你如何去买 第一支是领展 第二支是港登 第三支是港铁 他说长渣想赚息赚价 应该如何选择 他本金是10万元的 港铁是吗? 是港铁 如果港铁的角度 其实也是一种极度狭验的 所谓上落高低位的格局 的确我们会承认 疫情这么久以来 最艰难的时刻就应该已经过了 你纯粹用价格的角度 的围导来看 包括我们第五波 是所谓的这么严重的疫情 整个街道完全是没有人的 情况之下 最低的一秒只有39元 其实可以向下空加有多少呢? 而且我们就是说 无论是地产业务 或者是人流业务 以至是人流所带来广告的那个业务 其实都应该是捉底的 是吧? 你无一件事是会再差过 是我们第五波那一刻的 是吧? 所以就变成了 其实底部也相对比较明显的 大概39元那些价位 其实都很尽的了 但是呢 其实在短浪的角度 你见到他近期 都是用一两元的上落 在那里走来走去的 那变成了 其实你可以等他可能去回41元 或者20元以下 当然了 会整成41个努力判 和41元都没有分别 这个 你可能说 我的努力我不争在的 如果你留意一点点 都没所谓 不过 我会觉得相对而言 是会极度缓慢的股份 就是大家有心会准备 就是说可能你会 就是可能是持有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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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去到45 附近的那些价位 或者最近46 那你可能已经是要去 就是要去食股了 就不要把它太当是说 它是一个公用收息股 公用呢 第一已经不是的了 它属于半公用 收息就更加不是用来收息的 因为你看看地铁派的股息 是真是可能更低 某些是低收益的债券 所以变了在这个息率里面 就是不直博的 这个纯粹是博一个稳定性 是有个自然波幅 是仅此意义的 那比如领展和港灯呢 你有什么看法 领展我会相对觉得是一个 相对有一个比较大小小的 波幅的上落形态的股份 这个是所谓换味性 当然来说是比地铁好 因为地铁十分之沉悶 但是你看到823 其实是有疫情之下的高低位 其实硬计最高最低 都有10元的 而指纳的角度 我觉得3、5、7元 怎样都会有的 结果在波幅率那里 就是远高于沉迴的地铁 我又不觉得领会比地铁危险 甚至在派息的角度 我觉得领会比地铁安全 很多 变成这样的理解 我觉得823是有一个可塑性的 而且已经近乎99.99% 近乎肯定 他的派息是不会低于3元 因为一个证据就是说 在疫情这三年里面 他的派息都没有减过 你不要告诉我 现在你应该希望天佑香港 没有第六波疫情之下 你告诉我派息没有3元 老实说股价会被人炸的 正常来说 没有理由这样是倒行逆施的 所以在这样的理解里面 就是说 息率不会低于3元的情况之下 你60元左右去买的话 有人暗示了那个 暗含股息率是近乎5厘 其实直播率相对来说都挺高的 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对于823来说 那个态度会相对比较正面的 最后就是6号仔 电能实业 我相信这个常识 我估计大国人现在也有的 不过我都只是重例说一说 电能实业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我们香港的港灯 因为老一辈的股民 其实都经常都觉得 6号仔就是港灯 但是你要明白 现在港灯是26300 他在问26300 他在问26300 这样也好 所以这位朋友就有一定的常识 他知道26300 就是纯粹做香港的所谓的电灯 是所谓的业务 这个 其实近来也有一定的回调 这个虽然就是回了10% 但是你看到股价图 相对来说 好像S业 好像回得比较恐怖 其实就不是特别说 那些图都花了 是只不过纯粹就是一个 正常的correction 我会觉得 其实只要他的派息是不减的话 我觉得有一定的回吐之下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值得考虑的 一个防守型的股份 所以其实那个股息率 去到现在 只要是那句不减下息的话 这个是所谓的价格来说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股息率应该也不低 总之 就是说大家科普 千万新手的股民 或者没有买开这些公用股的股民 千万不要把6号仔和26300 是混乱了 那就OK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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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